大家好我是艾蒂好久不见终于把手头上的这些锁势给搞定了 有没有发现我这个桌子上多了什么 嘿嘿小饭盒终于到货了 剪辑视频呢再也就不会闪退了 新的视频呢也会陆续的安排起来 今天呢咱们就来先聊一聊之前说过要做的这个内容 聊聊我最近在使用富士XSR时拍摄视频的时候 遇到的一些问题以及解决的方案 今天这个视频呢会包括内存卡机身发热 我的视频参数以及菜单设置 还有呢就是机身防抖效果 那如果您使用的是富士其他的相机型号 其实也不妨碍 因为很多问题呢也许您也会遇到的 咱们一起来解决 如果您在拍视频的过程当中遇到过这个画面 先别慌这个呀是内存卡的问题 虽然他没说但是我肯定绝对是 因为我使用V30的卡它就会出现这个画面 然后就会卡掉 我换了卡之后呢这个错误的画面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 先测V60的SDXC二代的内存卡绝对是够用的 更高的配置当然也是没问题的 但是目前V60的卡也属于比较物美价廉 性价比很高的 我呢吸取了今天教训 这次就没有去买256G的卡 而是改买两张128G的卡 分开保存 降低风险 放在这个双卡槽的机身上呢 还能有个备份 那实际上在富士官网上 人家真的是给出了一个匹配的列表 非常的体贴 不仅是内存卡 还有很多其他的设备都是官方亲测确保肯定支持的 都怪自己没有去仔细的阅读他们 想买内存卡的小伙伴呢 别忘了去看一看 型号列的真的是非常的详细 我这张卡就是对应这个列表购买的 这个发热的问题啊 真的是挺烦人的 特别是咱正录着一半 特开心 结果一看 又和红色小温度计的图标出来了 紧接着就自动关机开不了了 又生气又耽误事是不是 特别是夏天正午大太阳下直晒的时候 咱们在外边拍摄就很容易出现这个过热的提示 我遇到几次之后呢 稍微的小总结了一下 导致它发热和一些相关的设置 亲测对降温呢略有效果 咱们在这个视频设置列表当中啊 不要选择它这个最高的H265Ointra 422 把它降低到H265Long Gulp 422即可缓解这个过热的问题 在画质上其实这两个也没有什么巨大的差别 其实啊这个日常拍摄使用H264Long Gulp 降低码率到200都是够用的 我之前用那个XT3的时候 其实都用的是这样的一个标准在拍摄 画质呢我认为也是相当不错的 那么当然又说回来了 XS20既然给了咱们这么高的配置 却因为它的发热问题咱们用不到这么高 那这确实是呢稍微有点不够意思了 而我呢也并没有想要去购买它那个外置风扇的这么一个打算 可见这个XS20在视频上确实有很大的潜力 但是如果咱们要想把这些潜力挖掘出来 还是要在周边配置上进行一定的投入才行 不是说买个相机就搞定了 除此之外呢我觉得设置一下一到两分钟自动关机 也可以很有效的减少过热 我就经常是忘了把这相机给关上了 等我再拿去的时候就发现 这个电池已经没电了 无论是说咱们想要去防止发热 还是说增加整个的这个电池续航量 特别是在旅行的过程当中 自动关机这个设置呢 大家一定要安排上 非常的有用 那反正自从我设置了这个自动关机之后呢 就没再干过这样的傻事了 XS20呢是第一台拥有Vlog模式的复视相机 这个功能对我来讲简直就是太方便了 有两个视频模式呢 就这意味着可以分开两套设置 快速的将它们切换 Vlog模式对于我来讲呢 主要就是两个用途 一个就是自拍 还有呢就是随手拍一些身边的东西 我发现它这个手动曝光的效果呢 相对来讲要更稳定 否则它就会出现变化角度之后 这个画面一会亮一会暗的 相机参数上呢 光圈我一般就会锁定在镜头的最大光圈 所以使用大光圈镜头呢 还是有一定优势的 我用的是腾龙1120 它的最大光圈是F2.8 那无论是它这个光圈 还是说这个焦段 我认为这个镜头还是挺适合去拍摄Vlog的 你看自拍的话 它会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在富士相机里边啊 有一个功能叫做动态范围 在拍摄视频的时候 我会选择DR400 那这样暗部和黑色的位置就不会变得很黑 让画面有一个更好的对比度 光线呢 也要看上去更柔和一点 想要打开这个功能 那就意味着咱们必须要设置ISO为640 因为低于640 它就没有办法激活这个DR400的动态范围了 快门速度呢通常设置为帧率的两倍 那自拍Vlog帧率我一般就是用24帧的 所以快门速度应该设置在48分之一秒 或者说是50分之一秒 在这样的一套参数下 就会遇到白天拍摄过曝的问题 那么就少不了一个配件 ND减光滤镜 它可以帮助我们在这样的条件下 用这套参数来拍摄 拍摄视频呢 我会首选使用可调ND减光滤镜 也就是VND 只要旋转一下 就可以快速的调整它的减光量了 我使用的这个是1.5到5档的 在白天拍摄基本上90%的情况下 这个档位就够用了 除非是中午去海边去拍摄 那就会需要更高的档位 但是用到的几率相对来讲 会比这个档位要少很多 我可以用我那个拍照片的 单片ND滤镜来代替 所以说平时呢 这一片就够用了 在选择这个VND滤镜的时候啊 我建议大家千万别选那种 和CPL一体的 特别是放在这个1120 这种广角镜头上 就会在天空出现一条弧线 特别难看 在使用这些中角段镜头的时候 比如说50 85 那这一点就不是很明显了 可以使用那种一体的VND 为了快速切换自拍和环境抓拍 比如说突然我想拍个猫什么的 那我就在Q菜单里面啊 设置了这么两个快捷键 对象检测识别和脸部识别 拍自己呢 我就打开这个脸部识别 拍猫我就打开对象检测 那打开一个 同时另外一个设置就会自动完毕了 所以说非常的快捷方便 当使用相机当中这个视频模式的时候呢 我通常就是用来拍摄环境的BRAW 那同样还是会使用手动曝光 VND滤镜 并且一定使用手动对焦 为了能够快速的从这个Vlog模式 自拍切换到这个BRAW模式 我呢添加了这么一个自定义的快捷键 环境拍摄的时候 我会切换到MF 自拍或者说要自动对焦的时候 可以快速的切换到AF-C 使用这个峰值对焦提示 这个小红点我认为还是有很大帮助的 但是呢 确保成功率更高 我还是推荐大家放大这个画面 进行一个对焦的确认 确定好之后再开始拍摄 或者呢 咱们先用自动对焦模式进行 对环境的对焦 对焦成功之后呢 再把它切换到手动对焦 这样做呢 会比较的省事一点 当然如果咱们这是一个手动对焦镜头 那就没有办法了 所以还是要用回峰值对焦的这个小红点的提示 目前呢 我已经测试过不少带有机身 防抖的复视相机了 那如果说是大范围的运镜 边走边拍那种 可以很负责任的说 机身防抖 无法替代稳定器的效果 那至少它不太符合我的要求吧 如果是小范围的移动运镜 其实还好 但是也是需要在后期的软件里边来进行增稳的 那如果咱们光看相机里的原片的话 可能还是会觉得有点陡 不够流畅 在相机当中 有两个防抖模式可以轻微的帮我们来进行增稳 我呢把它们也放到了Q键的菜单里边 方便快速的切换 图像稳定模式 它是利用机身的IBS和镜头的OS进行物理防抖 那如果您这个相机镜头有的话 就把这个功能全都打开吧 除此之外呢 您可以看到在4K模式下 它还有一个叫做DIS 是相机内的一个数码模拟防抖 那这个是在富士XT100 那个系列相机里边就出现了一个很新的功能 通过对画面进行一个轻微的裁剪1.1 放大 实现一个模拟的一个防抖效果 那如果您不太介意这点裁切的话 大家可以把这个效果呢打开 看一看 不好的话 还是切回到纯物理防抖 DIS最高呢 它就只支持4K 所以说这个XS20里边6.2K 它是不支持的 那如果咱不是去这样运镜的话 就是站着静态拍摄 不动魂 除了上面这个防抖的加成之外呢 在这个相机里边还有一个参数 很有用 叫做图像稳定模式增能 但是呢 它千万不能用在移动的画面当中 任何有轻微移动运镜的画面 如果把它打开那个效果看上去都会特别差 很奇怪 所以一定要记得 把这个功能也放在快捷菜单里边 随手拍完了这个定点的机位呢 咱们就赶紧把这个功能给关上 以防自己万一忘了 回头一边边走边拍 那个画面回家一看 全都不能用 以上呢 就是最近我在使用这台相机拍摄视频的时候 遇到了一些问题以及解决方案 富士XS20啊 我确定它就是一台Vlog相机无疑 拍摄视频就是开发它的时候的一个主要的目的 拍照片咱们就当它是附送功能吧 虽然说它拍照片不是很差 但是确实像素它没有XT5和XH2高 属于拍照片没有太大的优势 而视频是它更合适的一个位置 在镜头搭配上呢 我觉得其实大家可以稍微的开拓一下思路 我的习惯是拍视频的时候选择这种变焦的广角 搭配中焦段的大光圈定焦 那如果您的预算有限 其实也可以考虑这种手动大光圈的镜头 拍摄环境本来咱们用手动对焦就会比较多 所以手动对焦的镜头呢 也就没什么太大问题了 而大光圈呢 它就弥补了在暗光下拍摄的一些不足 轻装出行有利于拍出更好的影片 感谢收看这一期的旅行摄影小课堂 我是艾丽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咱们一起去旅行玩摄影